今年三月 民進黨立委余天 臺語敗票和選民 幫新人山田磨一 爭取新北市議員提名 同樣也是今年要參選 中正萬華的洪婉禎 余天依舊不遺餘力 拉臺支持 選戰期間 琴跑行程一直給人身體硬朗的形象 但可能就是助選太勞累 加上天氣又熱 才讓他身體無法附和 他都非常的盡心盡力 所以可能因為太過疲勞 或太過勞累的關係 身體出現這樣的狀況 坦寶貝女兒病情一度哽咽 余苑期抗癌八年 病情多次出現變化 也讓做父親的實在很操心 資深藝人趙順多年前 深受中風 糖尿病之苦 身上又背負債務 為了維持生計 當時擺攤 賣涼麵 賣茶葉 余天阿莎莉掏出大鈔 幫忙充買氣 歌手李炳輝 多年前也一度中風病倒 余天擺忙抽空探試 送上大紅包 幫助好友渡過難關 身為演藝圈大哥大的余天 從不吝嗇伸出援手 如今他身體傳出狀況 恐怕也讓不少藝人相當訝異 三醫生 李仙奇 體溫有連台北採訪報導